昨天美国出了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是大超预期的 我在星球上提醒过大家 今天9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可能也会超预期 结果的确是这样 环比和同比都比预期高了0.1% 趋势是连续3个月再往上走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我以前说过的去年激素的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最近油价和食品上涨的原因 你要是把食品和能源从商品和服务中分别都扣除 大家看其实CPI的趋势还是在往下走的 当然我们更关心的还是这次CPI对美联储加息 或者对经济软着陆还是硬着陆的影响 第一美联储会看扣除了食品和能源的核心通胀 核心CPI这块符合预期 同时还是保持了向下的趋势 只不过仍然还在4%以上不太好 为什么还在4%以上呢 因为大家看这次房租的通胀是翘起来了 上个月环比还是0.3% 这个月到了0.6% 按照同比算的话是7.2% 按照房租在核心CPI中的比重 这意味着70%的核心CPI的通胀都是房租带起来的 但是这块接下去我并不是太过担心 同比这个趋势肯定是往下在走 同时美国的实际的房租 比方说apartement历史上的真实房租 可是在迅速的往下掉 大家看所以说还好 第三 美联储最近喜欢看的扣除了房租的核心服务通胀 这个月降到了3.74% 这是2021年12月以来的新低 所以说我判断 美联储应该不会觉得这次的CPI太过不好看 最后这次真实的工资的增长 重新回到了负增长的区点 所以说就更加坐实了我最新的研判 接下去的通胀 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需要担心的问题 尤其是看到了刚才说的房租的趋势 以及广益货币M2和CPI的趋势 我判断通胀持续走低应该还是未来的趋势 我们更多要关心的可能是经济硬着路的概率 在迅速提高的问题了